馬英九要出訪之前 他的辦公室主任說 台灣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們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剛好去配合 現在你這麼講 傅君奇去了又回來 就連我們自己都不能講我國 顯然傅君奇在中國 是不是中國給了什麼樣一個暗示 或什麼 不然怎麼會搞出這種提案 不是暗示 這已經明示了 中國已經不演了 就直接指揮國民黨 我要什麼東西 你就在臺灣國會給我執行 共產黨指揮國民黨 不是這樣子嗎 活生生血淋淋 我去一趟 我自己在會期裡面 我也要調整了什麼一兩天 然後飛來飛去的 我就是要去見你一面 見你一面回來之後 你指示我要改變什麼法案 列出來什麼這個反滲透法要改 然後中國這個配合什麼 警察局的是不是也要改 一系列都在配合中國的立法 然後包括以前大家都講講中國 講這個現在不行講中國 要講大陸 所以這大陸就變大陸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傅君奇 你真的很奇怪 人家只不過給你幾個組合屋的建材而已 你就賣國賣成這樣子 那以後如果傅君奇碰到外國人 再跟外國人講中國的時候 他都講continental 然後美國人說continental 我們美國又有continental 然後跟歐洲人講continental 歐洲人說我們又有continental 到底他是在說哪裡 沒有人聽得懂 這麼搞不懂 有一種可能 就有一種可能 可能什麼就是中國 傅君奇從中國回到臺灣來之後 就是本節目主持人一直笑他說 你看人家王滬寧把你的名字念錯兩次 表示人家覺得你不是那麼的重要 所以傅君奇可能覺得說 哇那之前做 之前做了那麼多 中國還沒有覺得他很重要 他把他名字念錯兩次 那所以他現在當然要多做一點 多做一點 讓中國覺得他更重要 你看之前的國民黨的 之前的國民黨在做的時候 還可以接受就是說 比如說在裡面在寫說 這個中國大陸 對不對 那現在乾脆連這個前面都不要 就是講中國 講中國大陸不行 然後只能講大陸 然後講臺灣的部分 講我國不行 只能講臺灣 沒有這個投名狀嗎 這是投名狀 所以這個可能跟你講他名字 就是說被王滬寧念錯兩次 傅其坤 傅其坤這樣 多說一點 只為了要把傅其坤改成傅坤旗嗎 我們也太拜託了 跟王滬寧講說你講錯了 他只敢改譽違的題案 不敢跟王滬寧唱歌 傅其坤你也太付出太多代價 傅其坤把全國民眾 中華民國 所有的國格 連我國都不能講 就為了換傅其坤變傅坤旗 這樣對啊 這是證明啦 我具體建立傅坤旗 乾脆進入傅真實施改名字 擺成傅其坤 那你就應付 你就可以應付王滬寧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是比較簡單的辦法 你不要把這個全臺灣人都拖下水 把國會都拖下水好不好 建立他去改名字 改傅其坤啦 這樣之後你就可以說王滬寧 你沒有念錯 你講得很對 那不就好了嗎 你自己改名字就好了 結果王委員長 你沒有念錯我的名字 是我的錯 不是你的錯 你看嘛 對不對 郭忠祐不演 郭忠祐不演了 國民黨不演了 臺灣現在有兩個為氏小弟 一個就是國民黨 他已經徹徹底底成為共產黨的為氏小弟 第二個為氏小弟就是民眾黨 他是國民黨的為氏小弟 我先講這個 這個傅昆祐這件事 要改成這個我國這件事 傅昆祐 老兄 你乾脆改成我家好了啦 這樣更不敏感 對不對 不要寫我國 你也不要講臺灣 臺灣他不喜歡聽啊 以後傅昆祐他都要自稱傅其坤 這樣來配合中國 對啊 因為什麼 共產黨在指揮國民黨 乾脆改傅其坤 這樣子就配合中國了嘛 王滬寧最大的指示就是傅其坤 你要徹底執行 他 王滬寧那絕對是故意的啦 一直要告訴你說 你叫什麼名字對我來說 I don't care 我不care啦 我上次知道你不是咖啦 什麼名字都好都不重要啦 乖乖聽話 他回來就乖乖聽話 對不對 那時候講說他回來修改國安武法 是不是就修了 對不對 然後現在連那個不能叫我國 他傅昆祐以前的提案 大家把它調出來 Google就好了 都不用我去找資料 傅昆祐以前當立委的 每一個提案上面都寫什麼 我國公務人員 我國什麼什麼的 我國什麼 那為什麼現在突然會 一趟大陸回來不能講我國